原来肺子包并不是只有羊肺 还要加入羊心和羊肝 萨莎说 传统的肺子包确实只用牛肺液来制作 而她的母亲独创使用羊心 羊肝 羊肺混合拌馅 使得肺子包有了层次更丰富的口感 这让格格对这道民族风味更加充满期待 碰个盖吧 好 碰上盖 煮个十来分钟 羊心 羊肝 羊肺洗净后 放入高压锅中炖煮 去除其中残留的血水 同时加入花椒大料等调味品 用于增香去腥 哇 好香啊 闻着香味是吧 闻着有香味 打开锅盖的那一刻 浓郁的肉香顺着蒸汽扑面而来 闻不到任何星山味 以前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能吃到 现在调整好了 就是基本上想吃就吃了 以前属于节日里的食物 对 特别不容易 接下来就切肺子吧 肺子和心 它是在一起的 它的俄语名就叫比利式给 就是包子 就是有俄语里包子的意思 对 然后这是汉语 就是给它缩短了 就是肺子包子 这个叫 这个简称 对 简称 这么一套心肝肺能做多少个包子呀 多少个 20来个 好了 接下来就该拌馅了吧 对 开始拌馅 胡椒粉 食用油 洋葱末 盐 酱油 蒜末 熟米饭 被依次加入馅料中 搅拌均匀 包子里面加米 对 挺清的挺的 很 很防热 实际上米饭起到的 不仅仅是冲击的作用 在烹制过程中 蒸熟的米饭会更好地 吸收馅料中的油脂 起到解腻的作用 活面的过程中 白话林里捡来的土鸡蛋 和刚挤的鲜牛奶 终于派上了用场 面粉打入鸡蛋 再加上奶油 对入制作猎疤要用的猎疤引子 猎疤引子相当于酵母 又不完全等同于酵母 它是用当地一种特别的野花 猎疤花制作而成的 这是一种长在大兴安岭的野花 夏季开花期采摘之后 与玉米面混合晾干 制成饼状 可以长期存放 使用的时候 用水溶解 滤去杂质 就成了猎疤引子 是俄罗斯族制作猎疤的天然发面剂 萨莎的母亲伊拉多年制作猎疤 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她的手中 面团发酵之后 变得十分蓬松 而且弹性十足 包好的废子包 被放入猎疤炉中进行烤制 接下来就静待美食的出炉了 好漂亮 经过半个小时的烤制 废子包终于新鲜出炉 在废子包表皮刷上一层奶油 晶莹剔透的油脂 瞬间渗透进废子包焦黄的表皮 香气扑鼻 经过几个小时的忙活 俄氏面点废子包终于被端上餐桌 尝尝把咱们的劳动成果 对 还是热乎的 先咬上一大口 先咬一口 然后再加奶油 对 这个就可以拿那个勺 往里边加入奶油 哇 晶莹剔透的 先是奶油的香味 出锅的时候刷了一层奶油 现在再往里面加奶油 其实这个奶香味 就占据了主要的味道 然后就是花椒面的味道 配着这个肉味 而且这个米你看它吸了 这个心肝肺煮出来的肉汁 它都已经有点黄黄的颜色了 我觉得比梅加奶油还好吃 你吃过吗 我过 吃过 好吃吗 好吃 这款充满俄式风情的肺子包 在传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改良 阳甘阳心的加入 让味道更加丰富 平时忙碌的一家人 终于相聚在晴朗的午后 享受着麦香 肉香 奶香 共同度过 惬意美好的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